中国经济处在崩溃或者崩溃的边缘 之所以发生就是金融帮和上海帮合并起来 对习发动了一场可以说是经济政变 我没有办法从军事上和其他地方推翻你 我先在经济上给你制造一系列的麻烦 所有票据的爆雷 房地产的倒塌 去年恒大就已经爆出来问题 为什么那会儿可以救 现在就不可以救了呢 现在摆在共产党面前就是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救这些企业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大规模的运筹 会暂时缓解所有的爆雷突发的事件 但是从长期的来讲 人民币会大幅度贬值 在帮口期里 习还是有一些办法 可以收缴类似江家啊 曾家啊 王家啊 在海外的一些资产 因为必定是盗国罪名的资产 在海外将近有20万亿美元之多 按照七哥的说法 拿回来最起码他活个三五年 复复有余甚至于更长 现在金融帮所有的表现 我们判断已经对习的政权 发起了经济上的推翻请重 小潘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这都两说的 人在曹英心在汉也未可知 救市完全可以救的 既然当年签那么多 我就能让票据在空中转着不落地 现在为什么落地了呢 有人指定的就要让你接盘啊 金融帮让票据在这转 他就能转 当时香港金融的规模啊 是GDP的8.9倍 意味着几乎是一个月多 就转一圈 那现在香港整个流通的循环呢 可能都到9甚至10了 中共国也是类似的 几乎现在香港就到了一个月 一个借新环就有一个循环了 但是还能转起来 所以转不动的原因 就是有人诚心的拉键 7月份开始 他就把这信贷规模给卡了 洗你去查着谁卡的 是有人诚心不放贷款 金融帮你以为把这些大领导给抓了 下边这些人不放款啊 一样的 没有这些信贷 这些血往那机体里边输 自然就缺血了 窒息了 再给他写的时候 已经转不起来了 7月后来不是说 我们准确预测到 六七八经济的爆料 他们应该也是有计划的 就是在那时候 而且7月份基辛格来了 基辛格那次带画要重新好 是美国在玩 CCP在玩习呢 现在连基辛格这一派的人 都在哈德逊也好 在华尔街时报放风 我们要用实力跟中国讲话 这已经到了刺刀见红了 所以习现在是非常危险了